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在react中如何进行组件的拆分 以及组件之间的传值问题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我给大家看过这样一张图 实际上在目前的前端开发之中呢 我们会有一个组件化的概念 什么是组件呢 大家想一下 页面上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小的组件 那之所以要拆组件是因为一个页面比较大 它的逻辑会比较复杂 当我们把它拆成一个一个小的组件的时候 每个部分的逻辑相应的就比较简单了 那之前呢我们来看 我们做了一个最简单的to do list 我们可以输入hello 来看一下word 没问题 删除也是ok的 那这个功能里面呢 我们做了几个组件呢 咱们打开代码来看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index.js是一个入口 那进入这个入口文件之后呢 你往页面上渲染的就是to do list 这一个组件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页面上所有部分的内容 其实都在to do list 这一个组件之中 那接下来这节课呢 我要带着大家做一个to do list的拆分 实际上大家来看 我们这个内容区啊 可以拆分成两个组件 那上面这部分的内容 包括这个input框和提交按钮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组件之中 然后呢再往下看 hello word这每一项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一项一项的条目 也拆成一个小的组件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这个事情 回到代码之中 我们打开to do list这个文件 这里我把缩禁先调成两个空格 大家来看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这儿做了list数据的一个循环 根据每一个数据项去展示一个立标签 那实际上每一个立标签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页面上的hello word 这样一个一个的框 好了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一个个小的条目呢 自己就是一个小的组件 那怎么办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在src目录下 再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什么呢 to do item.js 回车 大家记得我之前说过 在react之中如何定一个组件呢 我们要import react from react 然后class to do item extends react the component OK 当然你可以在这儿用es6的语法 对它做一个结构复值 那这一块呢 直接写成component就可以了 这个组件里面可以有一个render函数 我们来写一下 它呢 返回一个jsx 这里我们的jsx呢 就是一个 diwe标签 里面呢 内容就是一个item 好了 当我们创建好了一个组件之后呢 大家记得要通过export default 把我的这个组件导出出去 这样的话内部才可以用这个组件 所以呢 我在这儿export default to do item 把它呢 进行一个导出 内部呢 通过引入就可以使用to do item这个组件了 那谁要使用这个组件呢 我们关闭一下to do item 我们到to do list里面 在这儿 我去引入to do item import to do item from哪里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目录下 所以我们引入当前目录下的to do item这个文件 好 它会把这个文件 暴露出的to do item这个组件 引入进来 引入进来 把它的名字也叫做to do item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里呢 分号我要把它补上 好了 这个时候在to do list里面 我们就可以使用to do item这个小组件了 大家来看我怎么去使用它 翻到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 以前我们循环list数据的时候 会创建一个例标签 现在我把它注视掉 大家还记得怎么注视jsx吗 你需要把它用一个花口号 裹起来 然后里面呢 去用一个注视语法 来把这段话注视掉 取而代之 我们不渲染力标签了 我们在这里面去渲染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叫做什么 to do item 保存一下 我们先到网页上看一下效果 大家来看啊 这个时候页面上报了错误 它说 你的注视这块有问题 那我们错在哪了呢 我们到代码上来看 实际上 当我们用list去循环 返回一个内容的时候 这个内容必须有一个最外层的包裹元素 现在你这么写 实际上相当于你返回了两个内容 一个to do item 一块注视内容 那怎么才能让它不报错呢 你可以先在外面加一个包裹元素 给它包裹到一起去就可以了 保存 我们再到页面上来看 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 我们呢 数个内容来试试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大家可以看 这个时候 哎 没像内容并不是我输入的内容 而是什么 而是我们的一个to do item的小组件 to do item里面 它负责显示的内容 就是一个item 所以你每往数据里面增加一个内容 list里面 数组的长度增加 循环就会多显示出来一个to do item 所以页面上就会多一个item的显示 讲到这里 我们回到PPT里来看 实际上 当我们去写一个react的项目时 使用组件化的思维去写的时候 一般都是这样一种结构 在最顶部 我们有一个最顶层的组件 大家可以对应想一下 那对于我们这个小的to do list来说 最顶层的组件是谁 是不是就是to do list这个组件啊 好 那么它下一层的组件是谁 to do list里面 又会有to do item这个组件 又会有好多个to do item这个组件 所以to do list是顶层组件 而to do item是它的下一层的组件 那你可以继续去想 实际上 当我们做复杂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to do item 也就是这个小项里面 可能呢 它还会拆分出很多其他的组件 那么我们的组件数 就会变成更多的层次 to do item下面 又会有其他的子组件 而其他的子组件下面 又可能有其他的子组件 所以当我们用组件化 进行项目开发的时候 实际上组件会变成一个 竖型的结构 OK 回到代码里面 我们继续来编码 现在我展示的内容 是一个to do item 那很显然 我们不希望它展示的是 item这样一个字符串 我们希望竖什么 这个to do item的组件 就显示什么 那怎么办 现在我们来打开to do item看 它显示的内容 默认就是item 写死的 如果我想让它灵活的显示 那就需要副组件 向子组件 传递显示的数据 这样的话 子组件才可以做 灵活的显示 那么副组件 怎么把数据 传给子组件呢 大家来看 我们要通过 属性的形式来传 在这里 当我们循环list的时候 item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item是不是就是 我们要展示的内容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 进行一个数据的传递 我们这样去写 item等于 item 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使用这个 to do item 子组件的时候 我把list中的 这一项内容 起名叫做 item 传给子组件 那么大家也可以换一个名字 把它起名叫做 content 这样的话 就不会产生 语义的奇异了 我把list这一项的内容 通过content这个属性 传给这个子组件 OK 那传给这个子组件 子组件就可以使用了 子组件是谁 子组件是 to do item 那子组件怎么使用呢 它就可以通过 this.probs 也就是属性 .content 来使用 副组件 传递过来的内容了 咱们这样来写 然后保存代码 去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刷新 我传一个123 点击提交 是不是展示123 传一个456 点击提交 是不是有多一个456 好 原理是什么样 我再带大家过一遍 当你提交123的时候 数组里面会多一个123 当你又提交一个456的时候 数组里又会多一个456 这个时候 render函数会重新的执行 也就进行页面的重新渲染 它就会重新循环这个list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这个item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数组里的低项啊 所以这个item就是123 你把123传给了谁 传给了子组件 to do item 所以这个子组件 显示出的就是123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你又返回了一个to do item 但是它的内容变成了什么 456 所以页面上就又显示出了一个456 OK 我们把这块代码去掉 那么讲到这里 大家要记得很重要的一点 副组件向子组件传递内容 通过什么形式传递 通过属性的形式来传递 那传递过去之后 子组件怎么接收这个属性呢 它通过this.props.什么东西 来接收对应的这个属性内容 OK 那我们讲到这儿就讲了 副组件如何向子组件传递数据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子组件怎么向副组件传递数据 那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功能啊 我可以先把下面这段代码给它去除掉了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到页面上来看 我想做这样一个功能 当我的123456被点击的时候 我希望能把对应的值从列宝之中删除掉 那怎么办 很显然我们要绑定一个事件 给谁去绑定事件 以前呢 我们给todoitem去绑定事件 那现在我们不要这么去绑定了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绑定呢 到todoitem这个组件里 来进行事件的绑定 大家可以看到啊 你的每一项内容 实际上是todoitem这个组件 来负责渲染出来的 所以事件的绑定 也应该绑定在todoitem上面 所以呢 我可以这样去做 在这个子组件里面 去写onclick 等于 list.handleclick 我们先这么写这 那当然呢 你现在是没有handleclick这个方法的 可以在下面定一个 handleclick方法 alert 1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添加1 添加2 然后我们点 你可以看到 我点2的时候 它输出1 我点1的时候 它也能输出1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每一个子组件上面 都绑定了一个click事件 那它监听到你的DIV的点击的时候 就会弹出这个1这个内容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去想 如果想实现删除这个功能 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来想 页面上的每一项 是通过谁渲染出来的 我们打开todolist 琢磨一下 你会想到 其实页面上的每一项 是通过列表 这个list 这个数组 渲染出来的 数组中有多少项 页面上就会有多少 这个item 那如果我想实现删除的功能 你只需要把数组中的数据 删除掉 那页面上对应的 这个item的像就会变少 好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 在子组件里 我们点击之后 会弹出1 那现在我把它删掉 那实际上 我要干什么 我要想实现删除 其实你也知道了 本质上你要改 副组件的这个list数组 那在子组件里面 怎么去修改 副组件的数据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这个点 子组件如何调用 副组件的一些方法 来修改副组件的内容 如果你想改变 副组件list数组的内容 实际上不允许 子组件直接修改副组件 那应该怎么去修改呢 我们这样来看 我们呢 之前在副组件里 写过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handleitemdelete 它是在干什么 它接受一个index的值 然后呢 它去删除list里面 对应的index下标的这个内容 实现这个删除的功能 好了 那其实子组件 当我点击了它之后 想做的 是不是就是调用副组件的 handleitemdelete这个方法 把对应的这个子组件的数据 删除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差在哪一个点上呢 其实差在这里 第一点是 要运行这个方法 首先得有个index的值 所以你的子组件里面 得获取到 我这个子组件 是第几个子组件 我得获取到index的值 那怎么能获取到index的值呢 来看 之前我们讲过 副组件可以向子组件传值 怎么传 通过属性的形式来传 这里面呢 我们传了一个content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传一个 叫做index 它的值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这个index啊 好 这么去写 有的同学可能会想 为什么要加个花口号啊 大家记得你现在写的是jsx的语法 如果你在jsx的语法里面 想用一些变量 或者js表达式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花口号 给它扩上 好 这样的话 副组件就把对应的下标 传给了子组件 那子组件怎么来做呢 大家来看 每一次点击的时候 我就可以alert this.props.r index了 因为副组件传递过来的内容 在子组件里 都是通过这个props来接受的 当然呢 现在会有问题 大家能看出问题在哪吗 问题其实在这儿 我先把代码啊 写得紧凑一些 之前我们就说过 如果你这么去写handleClick 这个方法里的this指向 会指向undefined 如果你要改 this指向 怎么改 你可以写在这儿 bandthis OK 但实际上 一般来说 我不推荐大家这么来写 这么来写 功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在后续呢 可能会有一些代码性能上的损耗 所以一般我们会这么去写 constructor 还记得constructor吗 再重复一遍 组件创建的时候 第一个要执行的方法 就是这个constructor 构造函数 它会接受一个props 这是固定的写法 super props 这也是一个固定的写法 然后呢 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 this.handleClick 等于this.handleClick bendthis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bendthis的 this指向的绑定 放在了constructor里面去做 那么这个时候 handleClick里面的this 永远都指向了这个todoitem 于是我们这儿就可以直接用 handleClick了 而不用这种bendthis的写法了 那么这种写法呢 实际上在复杂的组件开发之中呢 它会节约一些性能 那后面我们会讲 为什么它会节约性能 好 写好了 当你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或者点击这一项的时候 就会执行handleClick这个方法 它会干什么呢 它会打出我这个子组件 从副组件里获取的这个index的内容 那我们保存一下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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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点xcv 大家可以看到打出的值是2 我点123 打出的值是0 所以你的下标已经可以获取了 然后呢 我们再说 刚才我们说 如果你想自组件 去改变副组件的数据的内容 那么你要调用副组件这个handleItemDelete方法 你要向这个方法里传入index这个值 好 其实index这个值 你现在在子组件里面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 子组件里怎么去调用副组件这个方法 然后呢 去改变副组件里的数据 其实方法都是一样的 你子组件想要调用副组件这个方法 去改变副组件里的数据 那么只需要把副组件这个方法 传给子组件就行了 在创建子组件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传递了两个数据 现在呢 我们再传递一个方法 handleItemDelete 我们怎么传呢 我们传this.handleItemDelete 当然呢 这个值 也就是前面这个属性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随便起一个 换一个名字也可以 叫DeleteItem 这样的话 副组件通过DeleteItem这个属性 把自己的一个方法传给了子组件 那么子组件就可以怎么样 在这里 调用副组件传递过来的这个叫做 DeleteItem的这个方法 顺带着把什么传过去呢 把this.props.index传过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功能 子组件被点击的时候 调用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DeleteItem这个方法 同时把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Index 以参数的形式传给这个方法 OK 那么好像我们这个方法 就可以正常的运行起来了吧 但是我们到页面上跑一下试一试 点开控制台 计较 计较 我们先不管这个warning 我们点123 大家会发现 其实这个时候 它是报错的 报什么错的说 this.props.deleteItem is not a function 我们来看一下原因 那么这部分的代码错误出现在哪呢 实际上它出现在这一行语句上 那大家想 我副组件向子组件传递了一个函数 叫做DeleteItem 好 实际上呢 你传递给子组件的内容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这个this.props.deleteItem 是不是就是this.props.delete这个函数 如果你这么传递的话 大家来看 你传递给子组件的DeleteItem 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那么子组件里面 实际上你就相当于 掉this.props.deleteItem的时候 就相当于在掉 this.props.deleteItem 那么很显然 子组件里并没有handleItemDelete这个方法 它就会报 this下面找不到handleItemDelete 那怎么办 才能让它找到呢 实际上这个handleItemDelete是副组件的方法 所以你需要让this指向副组件 这样的话才可以 那改起来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这么去写就行了 在这儿 传递这个方法的时候 强制的把这个方法的this 绑定到副组件 也就是to list这个组件的this之上 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就得以解决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刷新 这里写123 这是Warning 我们后面再解 随便填一个 然后点击删除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的删除功能就实现了 那么回过头 我们来捋一下 这节课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知识点就产生了 首先我们要讲 如何进行组件的拆分 那么第一步 你需要创建一个todoitem 然后按照react组件的写法 去创建一个react的组件 接下来我们讲了 负责组件的一个关系 最外层的这个todolist 是一个大的组件 而todoitem是它里面的 第二层的一个小的组件 那我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在react开发之中 组件是一个竖形的结构 接着我们来说 负组件向子组件传递值 应该怎么传递 它是通过这种属性的形式 标签上的属性的形式 向子组件传递内容 它既可以传递数据 又可以传递方法 OK 那么我们再说 子组件怎么接收 传递过来的数据或者方法 通过this.props.什么东西 来接收 那反过来 我们继续说 有的时候 子组件要调用 副组件的方法 去改变副组件的数据 那怎么去调用 副组件的方法 直接通过this.props.点什么东西 就可以调用副组件 对应的方法 然后别忘了 你要调用副组件的方法的时候 一定记得 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这个函数 它的this指向 要做一次保定 OK 子组件 调用副组件的某一个方法 然后呢 借助这个方法来对副组件的数据进行改变 副组件的list数据一旦被改变了 它的数据里的内容少了 那么页面自动就会把相关的DOM进行删除 这部分删除的操作是react自动的帮我们来做的 它能感知到你数据的变化 自动就会帮你去修改DOM 你不用关注这一块 你只要关注数据就好了 好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组件的一些基础的概念给大家讲解完了 当我们把这些内容学习完之后呢 大家应该知道 其实react的基础差不多就这些内容 好 那么回去一定要把这节课的内容反复都看几遍消化掉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